老师人最怕遇见的事情 就是遇到会说话的尸体 那恐怖的情景 让自己到现在都无法忘记 老万现在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翘楚了 可即便如此 回想起来曾经遇到的种种 他的脸上还是无法掩盖自己的害怕之情 老万告诉记者 自己最怕遇到的 那就是会说话的尸体 因为那种恐怖场景 自己到现在都仍旧无法忘记 2014年 那是老万记忆最深刻的一年 那年 一艘货船在珠江水域沉没 沉船事故有时候比空难来得更可怕 更直接 船只入水沉没的时间有快有慢 许多人都只能活活被困死在船只当中 由于种种原因 船只救援的难度十分巨大 而老万往往是负责收尾工作的 他会穿戴着专业设备 进入沉没船只 搜寻幸存者 打捞遇难者的尸体 而当他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内心避免不了恐慌 在闭塞的船舱当中 当你找到遇难者的时候 他们大多经过了长时间的浸泡 已经出现了巨人观 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死亡前的挣扎 也能看出他们在死前有多么绝望 人在水中 总会紧紧地握着一个东西不撒手 老万清楚地记着 当时他下水打捞遇难者遗体的时候 许多人的手 死死地攥着身旁能抓住的东西 即便老万拼命用礼掰 都很难将他们的手松开 从海底打捞尸体 他们先用绳子将死者绑住 然后将绳子的另一头 系在自己身上 在水中 水流作用总会让他们随处飘荡 有时候捞尸人突然转头 就会看到尸体漂浮到了自己眼前 老万清楚地记着那一幕 老万只觉得自己头皮发麻 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其实这些事情习惯了就好了 但是老万最害怕的 就是遇到能听懂人话的尸体 许多逝者因为各种原因 很难打捞上来 老万就会开口和对方说话 对 就是和逝者 而这个方法其实很管用 因为那个上面太恐怖了 我说我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 都不能比你的上面 两个人在飘到天花板在上面 那个眼睛没闭 眼睛睁着了 天哪 挺害怕 真的害怕 捞尸人最怕遇到的事情 就是遇见能听懂人话的尸体 老万总记得这个恐怖场景 总是让他很难忘却 老万刚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总会遇到许多无法顺利打捞上岸的逝者 他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困在原地 比如前面所说的 有些人在挣扎的时候 会死死地抓住旁边的栏杆等物体 这些人总是很难离得开现场 即便老万和其他人一起掰逝者的手指 对方都完全纹丝不动 这个时候 老万就会和逝者说 他们是来救助他的 是来帮助他的 在一番肺腑之言后 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这些逝者会突然放开自己的手 打捞过程也会变得顺利很多 在海中打捞逝者 遇到的事情 是许多人这辈子都遇不到的 老万从一开始的惊恐 到后来的释然 自己的心中已经放平了心态 也成功接受了自己所做的事情 他知道 这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 但是其实许多时候 老万希望自己空手而归 亦或者是带着生者上岸 当遗体被老万打捞上来的时候 许多人都会痛苦流涕 这些人 都是看到逝者遗体的亲属们 相较于害怕的情绪来说 这种痛哭 往往会让他的心中 更是心如刀绞 老万曾参与的最大的一场救援行动 就是2015年 长江船只沉没救援行动 当时一艘客船沉没 442人遇难 老万不眠不休地参与了 接20个小时打捞任务 他不想回忆 他很痛苦 对于其他人来说 老万的身上 似乎充满了邪气 似乎充满了晦气 可是只有老万自己知道 他这份工作多么重要 捞试人自古以来 就是极为特殊的一个行业 可也是他们 往往给了逝者最大的尊重 古人常说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 而他们做到了这最后一步 我们该给予他们的 应该是尊重 是理解 是更多的关注度 老万希望自己未来看到海的时候 永远不会想起痛苦回忆